菜来了 几位也等急了吧 什么菜 不能又是萝卜白菜吧 想吃萝卜白菜还没有呢 天儿晚了 您要吃点剩的吧 剩剩 可是 别跟剩的 烤东西干净 干净的几位 干净 干净干净 您别着急 您别着急 我来分 好 这碗是您的 这 这碗 这有个菜名吗 有啊 这碗叫吃着明白 您吃吧 吃着明白 好名字 好名字 吃着明白的东西 最好了 这还有一碗 叫看着糊涂 一碗自己清楚 这位 可儿 你是要 看着糊涂 还是要 自己清楚 我 你先挑 你这个人哪 平时就爱装个糊涂 那这个 看着糊涂归你 你这个人就是装着糊涂 心里清楚 你这个人就是装着糊涂 你这个人就是装着糊涂 装着糊涂 我知道 潮儿啊 这菜名起得不错呀 看东西怎么样 啊 您拿到那儿吃 好好好 来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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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好吃 你看 你看这些像仙辈这个 过去 你们这菜不错呀 这像猴头菇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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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鱼子 老鸡 你吃了什么 你拿糊涂 搞不清楚 添饱而已 你先看看 先看看 呦 鸡腿 还有鸡蛋 你就真是摔着明白说糊涂的 看着糊涂一点都不糊涂 好吃 可儿 你吃了什么了 都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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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吃吃吃快点吃吃完好睡觉 您不算自己清楚 您现在让我们尝尝是吧 都 都是野菜呀 这棉棉棉棉棋的好 好 好吃吗 好吃不好吃啊 它自己清楚 自己清楚 是吧 这棉棋的好 自己清楚 它怎么就偏偏落到你了 弄得 可儿 这可不怨我呀 啊 这个 你自个儿挑的 你自己清楚 我 我就自己清楚 这战情比率的 平时也吃不着呢 我就喜欢吃这个 三爷 你瞧你瞧 我这碗底还全都是精酱肉丝呢 你瞧你腿 好 你看我干嘛呀 是那原来原来个拿烟袋的换子 你瞧你 拿烟袋的不是好人 你懂不懂啊 这可倒好 该吃的没吃上 不该吃的都去吃上了 你呀 你 哎 哎 哎 爷 你是不是不太舒服啊 不太舒服啊 太不舒服了 是不是底下垫的少了 要不我再给您弄点草去 再垫也是草啊 哎 别提了 爷觉得少了点什么呀 哦 绝太有佳人 幽居在空谷 紫云良家女 凌落一草木啊 哎呀 老季 你别光念你的酸师 啊 你总总三爷 现在到点想要什么 些什么吧 良孝不得与君同啊 啊 家人 哎呀 三爷 秀奴才不孝 这 这 这地方奴才实在是没法给您找去 您就忍一宿 明儿奴才得想办法 想办法给您安排啊 哎 别提了 不提也罢呀 你们都知道爷在家里是夜夜不空 后宫家里应酬不完呐 这冷不丁的出来跟你们俩睡在一个炕上 三爷我真觉得是有点孤家寡人呐 孤家寡人呐 好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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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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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清静 唉 清静 清静 轻静 清静 优雅 睡觉 优雅 三爷 您这是 你们都睡觉 三爷内急出去尿尿 小心点 三爷 别让狗咬着 客机公馆 夜卧卖草 突闻琴声之妙 呀 呀得很呢 老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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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爷 结手怎么还不回来 我也觉得有点 有点内急 我把手片 我把手片 哎 不就是个琴声吗 又不是把小孩撒尿吹的哨 怎么还都来了尿啊 哼 哼 唉 不行啊 我也得去看看 我把手片子摆成了 我把手片子摆成了 对 我把手片子摆成了 好 我把手片子摆成了 来 那签是听的 不是看的 扫兴 煞风静 往后退 没听人说吗 偷听进声要断签的 往后退 往后退 来 这边来听 这边 这边 如此良辰美景 又有琴声曼妙 却不知家人 殷容小貌 又有食指高洞商语 待在这边香 一耳飘飘 心耳摇摇 把听琴说成撒尿 把偷摸倒看成逍遥 我老季 你怎么一点风月都不动 如此良辰美景 怎么这么不风雅呀 确实 可是你们自个儿说的出来撒尿的 我可是大大方方来听琴的 你们雅 雅不可耐 来 什么人啊 不会是春满楼的人追上来了吧 不是春满楼的人 但也不是什么好人 那怎么办啊 没关系 我去对付他 你要小心啊 我得装扮装扮 这三个人啊 我怎么看都有点眼熟 我不打扮一下 我让他们认出我来 嗯 外面也是什么人哪 大半夜晚在人家门口唧唧喳喳的 一点礼数都不懂 多有打扰 万万海寒 你们是干什么的 住店的 耗下房子没 就住在楼下 那就各自安歇吧 且慢小姐 实不相瞒 我们是飘摇之中 听见琴声而来 猜想 一定是一位小姐在里面谈奏 如果能得见小姐芳蓉 今宵就心安神定 足为雅兴了 一张好嘴 你们是干什么的 白听了琴还要见人 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听小姐的声音好耳熟啊 是不是也从京城而来 能不能让我们一睹真容 行了行了 你可真会套词啊 除了想见人家小姐 还要还要一睹人家真容 你可可疑了 你哪那么多废话 你刚才不是也上来要听琴吗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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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实在也是不该打搅小姐的兴致 走走走走走走 这位大爷的烟袋不俗啊 您看 您看上我这烟袋了是吧 能否上来借我们一看呢 行行行那是我的荣幸 要看我烟袋 我来了 您看您看 先生 小月你这装扮还真行 连我都差点没认出来 这戏咱还得继续演下去 你得让我见着这红姑娘啊 这位大爷 您的烟袋也不怎么样吗 李老计 你这是干什么 你不让我套辞你 你上去干什么呢 这位姑娘 费心跟屋里的小姐传个话 说我们非常欣赏她的琴声 能不能专门给我们弹一首啊 那我就看到这位爷的面子上 进去问一下 你们就等着吧 等着 咱等着啊 那你下来等着 下来 憋什么里的声音 下来 下来 下来就下来 你把他们都安抚住了 是 他们还在门口等着听听弹琴呢 快来 我看他们不像是什么坏人哪 你从门缝里往外看了 嗯 我还看见我丢的那个玉坠了 是你母亲留下那个吗 嗯 就算在那个抽烟人的大眼杆上边了 这么说 你那天在路上看到的没错 嗯 哎 那怎么办啊 要不 咱们跑吧 干嘛跑啊 我们又没得罪他们 再说 他们又不是官差 你想想 你母亲留下那个医卷 咱们也想办法把它弄回来 嗯 那我赶紧把扇子找出来还他们 哎哎哎 这个啊跟扇子没关系 哎对了 你想一个字迷 咱们让他们猜猜 跟他们玩一玩 也好摸摸他们的底 免得他们一生一鬼的 字迷 对啊 我想一想 好 嗯 几位先生 都识字吗 哎呦 瞧您说的 呃 奇指识字啊 简直是满腹经轮呢 呃 呃 就我们二位这谈吐 您还听不出来吗 呃 至于这位嘛 表面上长得是粗俗了一点 不过字还是识的 是吧 识字 嗯 呃 小姐是要做诗 那倒不是 可惜了 多好的月亮啊 啊 猜个字迷啊 猜字迷有意思 呃 要猜着了有什么好处吗 啊 要是猜出来的话 我们家小姐 愿意单独为她扶取一手 哼 那 要是猜不出来呢 要是猜不出来的话 你们身上的东西我一人挑一件 算是你们输了 哦 呦 妙妙妙 实在是太妙了 在这永夜难消之时 既可听琴又可猜字 真是佳话 今后一定会传为佳话的 那就请您 把小姐请出来吧 别动 别动 老爷 徐二来了 给老爷请安 嗯 一切可好啊 按老爷的吩咐办了 一切都好 只是有一事 什么事 原本一切如老爷所想 可谁知今夜那店中 住进了两个女子 女子 什么女子 可以洪家有关心 尚未探亲 也许只是两个过路的 两个女子能干什么呀 无非是 爷 会弹琴 万岁爷兴致颇高 现在正在听他们弹琴呢 我说不是吗 两个女子无非是弹个琴唱个曲 徐二 你给我盯住了啊 他们三人每日的行踪 就要照这样如实地给我报来 折 你走吧 折 洪家的女儿 不会这么大胆了吧 冬金 在 传令下去 绕过前阵 马不停蹄直奔去阳城 绕道快行 绕道快行 直辞永夜 客居孤馆 既相逢自有一份缘分 琴声不敢再饶几位轻雅之趣 出个字迷 算个玩笑吧 弥面一时难以想出更为有趣的 就以今夜之情境打一字 打一字 不知弥面是 弥面在我这儿呢 彥面是 尽力不得要看 合作 我给你 谢谢 小姐 这个太简单了一点吧 其实咱们三个人当中我是最笨的 没想到先让我猜出来了 小姐请看 是不是一个镊子 是个镊子吗 怎么讲 你想啊 三位先生听琴 听琴 自然要神出三只耳朵 故而是个镊子 小姐 今晚在下要请你单独为我扶琴咯 慢 先生 您说的许只有一分的道理 且所言所想都太过直白 太过浅显 对不住 您猜的不对 坐回去吧 要是这么容易 还用得着我们点灯费蜡的吗 你也太把我们家小姐看轻了吧 还有那两位呢 该轮到你们猜了 好 您一气吧 再拿我们去吧 柴子 猜迷讲究一个悟性 何儿啊 你那三耳朵听琴 缺少点易经和悟性 我这个字就特有易经了 米也 怎么讲 从工从耳 工乃弦也在这儿隐身为琴 弹弦子自然是抚琴了 有弦有耳自然是米 是三先生听琴 而非易先生 问得好 我们三位先生最终优胜者 只得一人 那小姐答应 最终是给我们其中之一人付琴 再说了 欣赏这琴 不论人多人少 十人八人 甚至百人千人万人 最终知音者 只有一人 也就是一 境界就是高啊 可不是吧 不管多少人听琴 最后知音者 知一人哪 小姐 这回一定是猜对了吧 真是精妙 精妙 这位先生果然特礼而高标 见解独到且境界高远 小姐过奖了 今天晚上就应了这个米字 小姐 我这就上去听琴 慢 先生境界是有的 但终归与弥面不合 一点道理都没有吗 话有道理 你没猜对 先生对不住得很 您再猜吧 哎 那个拿烟带的 别犯愣了 要是猜不出来的话 我们可挑东西了 都猜完了 完了 猜什么字啊 捏三耳捏 捏 米公耳迷 嗯 全错了 米居然都不对 还能猜出什么更高明的不成 这 什么什么迷面来着 哎呀哎呀哎呀 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三先生听琴 哎 三先生听琴 这俩字都不对啊 哎呀对了还有你呀 哎呀你倒是猜啊 哎呀哎呀 三先生听琴 有了 嗯 是这个字 三个牛子念奔 该是个奔子 对吧 哎呀哎呀 这更不招调了更不招调了 这更不招调啊 看你想啊 三爷和我写的起码还有一个耳尊 你连一个耳朵都没有拿什么听琴 嘿嘿嘿嘿 多三爷 嘿嘿咱输给人东西了 嗯 你先别着急 问问人家小姐 是个笨子了 先生大才 您猜对了 哎哎 对了 怎么讲 对对的也行 蒙的蒙的蒙的 嗯 讲不出道理了不能算对啊 讲啊 这还用讲啊 有句俗话怎么说来着 叫对牛弹琴 人家小姐对咱们三个不懂琴韵的人弹琴 那不就是对牛弹琴吗 哎 三先生听琴不就是三个牛 加起来不就是个奔子吗 老季 老季啊 你居然把我们三个人比作三头牛 嗯 你你何以如此自贬呢你 这 不是 这怎么叫自贬呢 在人家小姐眼里 咱们三个就是三头牛 嗯 我不是猜字呢 我是猜小姐心思呢 哎呦自作多琴 哎 小姐啊 哦 好像猜对了可以上楼听琴对吧 既然如此 就请先生上楼吧 哎 那我就上来了啊 二位 承让了啊 承让了 我上楼了 快 哎 二位小姐啊 哎 哎 我现在听琴可就不是对牛弹琴了 是对知音弹琴一鼓道天鸣 明儿见啊 哈哈 爷 你看他就这么上去了 那 咱怎么办呢 能能怎么办呢 睡觉吧 睡觉睡觉吧 哎 这个臭大雁袋 我让他铺上梅草睡不着 爷 我给您副厚点 咱好好睡上一阵 副厚了也睡不着 哎呀 区区小事 爷 不要跟他置气 啊 他有什么能力 不就是会猜个谜破个门吗 纯属小人行径 你说他啊 论长相到气质 哪点比得过我 那当然更比不得您了 哎 他在上面挺亲 爷 咱不生气 爷不生气 何是你生气啊 我 输就输了 咱既不如人 见识不如人 输就输了 人生在世 凡事都不能小气 得大度 不 否则还有什么格局可言哪 还是爷的境界高 奴才一定铭记在心 铭记在心 那既然爷不生气 咱就到点睡吧 睡不着 为什么呀 大度归大度 可是这个事儿 我们读的是一样的 精实子迹 他季晓岚凭什么比我们聪明 他季晓岚凭什么 就能猜出那谜语来 他季晓岚凭什么 就上去听琴 朕坐了这儿呢 就是 爷您还是生气啊 爷不生气 睡觉 不生气 来来来 睡觉睡觉 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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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来了 冰水冰水 冰水 这什么天啊 喝冰水没有 玫瑰香露 也没有 先到这儿 更没有 有什么呀 这爷我看你不常出门吧 怎么看出来的 您说的这路喝的 慢说我们这儿没有 有 方圆几百里都没有 皇上紫禁城有没有 还是两个说的呢 紫禁城里当然有 您哪儿这么多废话 到底有什么说 渴了想喝水是不是 是啊 喝水啊 那不停了 有 什么呀 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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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 出门在外咱就甭讲究了 井水就凑合着喝吧 小二 三碗井水 来 三碗井水来啊 这密林有益随心想 茂草无枝井水清 偶尔洗淫金碎好 漫将诗句入心题 康熙爷的事 千叶连池夜间低之声 这康熙爷当年是何等的文治武功啊 茂草无枝井水清 三爷 康熙爷当年可是喝过井水的哟 有 那咱们还不能不喝了 喝 井水好 好 喝 好 老弟 还是你行啊 喝井水都喝出点过来了 是啊 不就一碗井水吗 还把康熙爷的事搬出来 井水来了 三碗零了 多谢 茂草无枝井水清 客观水有点苦是不是 咱这旱了多少年了 缺水 乍喝不惯了 久了就惯了 吐出来 爷 全吐出来 对对对对 吐出来 没想到天下还有这种味道的水啊 可见诗和现实还是有距离的 喝 喝 喝 请请请 喝喝喝 没点喝了我 请请请 我喝 喝了 喝喝喝 喝喝喝 哎 老姬 烟放放 烟放放 康熙爷当年都喝了的水 啊 诗是你说的水您也得喝呀 喝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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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喝 这水不能着急喝 这路水啊 减大严重 打上来以后得放一放 放一会儿呢 它水上就会结一层水皮子 拿个尾子根 对了 小二啊 去拿个尾子杆来 拿尾子杆干什么呀 嘿嘿 待一会儿啊 待水皮结起 用尾子杆轻轻给它挑开了 这味道就好多了 嘿嘿嘿 哎 尾子杆小二 哎 哎 看着 是吧 挑开水皮子 挑开水皮子 用尾子杆 插入水中 嗯 这么喝呀 嘿嘿 就别有一番滋味儿了 早不说了 哎 三爷 您也试试 你试试 我让你试你就试试吧 他这一摊 试试 打开水皮 嗯 把他插进去 嗯 哎 怎么样 味道了吗 还有一股清香之气 是吗 哎呀 哎呀 三爷您等等等等 去去去去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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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来来 你接着喝 孩子 放心 老姬啊 爷今天跟你说句心里话 你是最不讨爷喜欢的一个人 但爷经常还离不开 你知道为什么没 愿闻其详 你这个人 常能在别人束手无策的时候 有突发奇想 咱说句他喜欢听的话 您说 叫化腐朽为神奇 所以这个人呢 讨厌归讨厌 但还不可或缺 三爷您过奖 您真是过奖了 老纪为人 若做到不可或缺 那真就不错了 若只是让您喜欢 那可就不是围臣之道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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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就雕虫小记 还当了真了 不就一根尾子杆吗 虽是小记 可我不像某些人 一遇的事 就只得大喊大叫 哎呦 快吐落 吐落 貌似关怀备至 其实是乏术得很 尾子杆虽小 但是到了治国安邦之时 他就是通统求辩之根本 喝碗苦水 还喝出治国安邦的道道来了 酸腐 且不自知 牵强得很 牵强得很啊 小二 上菜 虽是小记 却牵大道 你想牵哪 还牵不出来呢 小二 上菜 行了行了 我看你们俩都够酸腐的 小二上菜 我说你们两个走慢点行不行啊 走那么快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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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们走得快了 是你太慢了 坐会儿干嘛呢 听琴就把你听累了 恐怕不光是听琴吧 磨磨蹭蹭 快点啊 我说你们两个走慢点行不行啊 走那么快干什么呀 听琴就把你听累了 恐怕不光是听琴吧 小姐 开水来了 用开水吗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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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爷 这人上哪儿去了 你们俩人 赶快到外头顾两车 跟着他们三个人走 就按说好的外 别让爷去咯 我有事先上路了 好 好 老季呢 老季 老季呢 主子 我看看去 去去去看看 老季一点影都没有了 他落下了 他落下了 没有了 没有了好啊主子 刚才好像过去一辆车 咱们也雇一辆车 雇辆车 这样快点把它拉得更远一点 拉远了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那过两车过两车 走两车 走两车 走的瞧过了一辆车 瞧了 这么快就有了一辆车 好 车巴士停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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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何大人您请上车 你怎么会知道我啊 回大人 我们是上大人府内的厨子 是这样 城里还有别人吗 哎呀呀呀呀 奉大人指令 我们是给两位大人做饭的 啊 哈哈 你们听见了吗 这就是上荣的一片孝心 哎是一片苦心哪 哎 老季这一轮生吃饭 老季 老季他辣得太远了 先甭管他 他自己会找折的 主子 咱们先去 那就带路了老季咯 上车 爷您做好 主子做好了吗 那他就赶快赶路赶路 大人您请上车 哎呦 二位爷请下车 哎呦 爷快下车 咱就这吃了 就这吃了 咱这等季晓兰 哈哈 就这啊 对就这就这 哎 这样啊 你们呢 到后边拾的饭菜去啊 是 爷 咱这边吃边等 等着来了 咱就走 对对 累了 二位 是金三爷和二爷吧 哎 对 看你怎么知道 有个爷盯到座 等着您二位呢 你看这边去 你这个季晓 老季 老季 老季啊 你是经常给金三爷 来点出其不意啊 哎哟 金三爷和二爷 你们来了 来 饿坏了吧 快坐坐坐 这有吃的吗 嘿嘿 我已经点下菜了 二位稍安勿躁 稍安勿躁啊 和二啊 他这个算作弊吧 作弊 绝对作弊 哎 三爷 我怎么作弊了 那你就不可能来得这么快 赵王 我怎么就不可能来这么快呢 你知道我们俩是怎么来的 对啊 你们怎么 我们俩是坐着 他也是坐 三爷 您做的什么我不知道 我做的什么 您也甭打听 咱们到这儿来啊 是为了吃饭来了 哎 还真巧了 这馆子 也有一道菜 叫心里明白 我点了 点了 咱心里明白就成了 谁也甭说谁 啊 心里明白三份 来来来 给你吃饭了 您慢用 老鸡和二啊 爷您说 此次爷出门有一番深切的体会 爷您讲 爷明白了 爷终于不是一个尖钻小人 哎呀 瞧 说得好啊 您是一国之君哪 我放不着当年尖钻小人 那是尖钻小人行径 万不可学 尤其是那害人之心的 几千万八千元 这最后一句虽然有讽于之意 但是爷听到心坎里就去了 吃饭吧 心里明白 心里明白 老弟啊 二宗 listed 你他妈完完全全是在这儿 得便宜卖贵的 你害我不借 你已经害得我开始说粗话了 你说吧 我不当粗话听就得了 心里明白 心里明白 三爷 这人生一世 天底是千人百态三教九流 要想都体会也难 您这下来这几日 有感受得改句古词 世上方一日宫中几十天 那爷在宫里头天天无非是 见大臣看折子 这大臣的嘴脸整天晃来晃去的 看都不要看了 折子也是想看就有 永远翻不完 那爷以为这次罪几招下得好 三十里走出来 这江山已经和爷想象的大不一样了 倘若三千里走下去啊 这江山就不敢认了 三爷 您真是大知大觉啊 甭说好话 才出来一天 这江山就跟你们当初 跟爷说的那个江山大不一样 萝卜白菜苦钱的井水 三位爷给点钱吧 走走走走 小二来来来把这钱给他们 伯儿不必了不必了 爷我看他们实在是可怜 是他可怜还是我可怜哪 一个君王给一个乞丐行善算善嘛 一个君王得让这普天相再没有乞丐才叫大善对吧 我不给你 我给了爷就更可怜了 你这句话讲得好 讲得是真好啊 爷就您这句话 比您在金文殿上讲得一车话 都实在的透彩 这实在是不方便 要我为了爷这句话 我得行个大善 爷我先怎么着带了吗 爷我认识他欠一份 咱就都欠着吧 三爷 臣已听过一句这样的故事 叫莫以善小而不为 莫以恶小而为之 善他终归是不分大小的 全王也是无词啊 见了善就行 总归不会什么错事呢 臣以为和二他要给乞丐钱 给也就给了 你们俩谁要给谁给 爷今天不给 我这钱泡了 我这到底给不给啊 小二 你看我这个钱给不给啊 给就给了 不给就不给 这么几文钱的事 说了这么半天的话 你们当自己是什么人哪 你到底给不给啊 太害羞了你 行行行行 想给也给不成了 得偶尔给爷留着当铃花吧 你看我这说的什么话 该死该死 这集市上有点热闹啊 以物易物貌而易之 有点太平盛世的景色 是是是 老鸡啊 三爷今儿可是见着点光亮景色啊 是是是 好景色好景色 红土刀了多漂亮红土刀啊 您看看 这挺好看 这挺好看 这多少钱 一百钱 贵了点 那您给多少 五十文 卖了 要不四十文 哎 您这个爷怎么这样啊 说来价钱又变 一个女人穿的红土兜兜 十文钱你也计较 好了好了 别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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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文五十文我买了 拿来 好 好 来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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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掏人家包袱啊 谁掏她包了 不是 我看见你掏她包袱了 没掏她包 你说说 说 你问她 我通讯通讯了吗 没通 没 没 没 我看你掏她 我不是 你怎么光天化日之下 你怕她干什么 我知道化日 你就是小偷 我 你让你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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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Map 掏 你快跑 快走 掏 我问你句话 肉依 你不问我 我还问您呢 你先问 你说 现在还有 光亮之色吗 光亮之色 人怎么都变成这样了 这是我大行朝吗 小偷这么猖狂 被偷的这么窝囊 恶行不出 国疆不国 我这还当他们什么皇帝 你说得好 当愁恶务尽 杀进天下一切小偷 在捕不在这抓进了毛贼小偷 哪都不去 你说得好 这话说得和二亲里去了 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帅徒之兵莫非王臣 更何况今儿在吉时之上 你既老季不是也同样受了 臭瓜菜皮之辱吗 像这种事情 就是事情小民都不能坐视不论 更何况君主乎 说得对男人不去就得抓贼 你说得都有道理 但是老季以为 人生之事就像下围棋一样 面对抉择无非就是四个字 叫大小多少 少 毛贼虽恶但毕竟是小瓜 下个纸让地方官办也就办了 地方官办不了的撤纸查办 何老你一国之军去抓贼呢 就是为了那些臭瓜菜叶之辱吗 老季啊你虽然姓姬可你一点记性都没有 前几日还跟爷说什么善不分大小 今儿又跟爷理论大小多少了 爷今天对臭瓜菜皮毫无兴趣 就要在这儿捉这个毛贼捉不着 什么话都不要说 季老季啊 你以为你赶职员懂谋略就一个人说了算了 你以为你是谁 当年孔子还说三人行必有我事啊 你是谁 你只不过是圣人门下的一个读书人而已 我想你不注意不知进退吧 爷说得对 男人不去留下来抓贼 对 不可 老季你你居然敢 敢 敢抗旨啊 我正要请出圣旨来呢 哎 我腰里这把扇子 是圣上金殿所赐 这一路上我可都没用过 今儿个我得拿出来用用 咱们都说好了啊 今儿个甭管是谁 都在听这把扇子的 季晓蓝你总不能不讲道理吧 就是 离我是讲的 所谓窃国者侯 窃沟者道 你们现在放着窃国大盗不管 非要管那些鸡鸣狗盗之事 这实在是有违轻重有违得失啊 不是 老季 你到底要把爷跟我带哪儿去 对对对呀 你也不能说这个举着把扇子说 我们要抓大盗 抓大盗 对呀 总得告诉我们上哪儿去 哪儿去 直立取杨 为什么去取杨啊 皇上 到了那儿您就知道了 哎 老季啊 此行原本是朕的罪己之行 自我流放三百里啊 你总不会在爷出来之前 把这事全都安排好了吧 就是事先安排好的 臣确实想办一件事 而极力主张出了京往南走 此事臣之罪 在回京之后请圣上言办 但臣之心苍天可见 此番取杨之行 若无功而返 臣愿听平处分 哎呀 季晓岚 你看你慷慨陈词地砍了这么半天 他又玩了半天扇子 咱们就听他一回 听他一回 但是你要是适才逞治 抓不着大盗的话 也可就不姑息你了 谢三爷 那咱们上路 哎 现在是三晶半夜的 哎 是 爷 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咱们好人善人做到底 和儿 走走走走 等会儿爷 他这把扇子老藏在套里 您不拿出来咽咽 哎 我说何大人 这 呃 我看不必了吧 这扇子是我在金殿上亲手 交给他的 您不敢错吧 那 爷 车马我给您备好了 我现在外边候着啊 啊 咱们不走路了 坐车 哎呀 爷这几天当的呀 这一路上给季晓岚像是拿绳 一路上拽着似的 不在乎多走一程 啊 爷 三爷 快讲话 啊 您还真信信 记下来的 那不信又怎么样啊 他这个人一向 风捉影 无中生有 现在他就是咬住 上荣的几件 小事不放 你觉得不敢咬吗 我咬也没用啊 哎 那个红玉石 不是掺了上荣多少本啊 最后还不都是查无实据 啊对了 您还判那个红玉石一个流放 那个红玉石现在在哪儿啊 据奴才所知 被流放在曲阳县了 哦 你好像对这事儿还知道的不少吗 不 奴才也是偶然想起 偶然想起 哦 偶然想起 哎 爷 爷偶然想起一件事啊 您说 这回出来不是你们俩陪着爷 好像是爷陪着你们俩出来了 啊 爷爷 你正话说的这个 你们心里早就装上别的事儿了吧 哎 二位爷做好了啊 过够了 哎 哎 这 这小兰 这 咱们 咱们 你慢点 对 三 你们俩去瞧瞧就 谁击鼓呢 嗯 干什么的 他们还不收藏啊 谁在抛小公堂啊 何大人 还把滚下来接驾 是 吴志皇上亲临曲阳 臣罪该万死 万死 吴皇万岁 万万岁 曲阳间 臣在 你平时就在这儿办公吗 回皇上 下官一直是勤恳公务 昨天晚上和总督大人一块办案 所以一夜未眠 那所以 总督大人 上荣果真在死吗 他来了一天了 他人在哪呢 他带着犯人到刑场去了 犯人是谁呀 洪御史和他的女儿 还有一个姑娘 怎么判呢 展立决 皇上 这上午下手好快 晚了 人已经杀了 杀了呀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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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晴啊 你说得不错 上荣果然在此 只是天不随人愿了 毕竟完了一点 不忍死万了 死不对证 那你干嘛不早说呀 一路是磨磨蹭蹭的 早说能这样吗 晚了吧 就完了一点点还是晚了 皇上 说 你下官看来 这人或许还没伤 你怎么知道啊 下官 嘱咐过柜子手 告他不到五十三刻 不准行刑 那现在是什么时辰 是五十一刻呀 快背马 背马 背三匹马 叔叔 快起来 快起背马 快走 皇上 快 快起背马 忠君何在 小的在 为什么还不兴兴啊 大人 催过两次了 柜子手说 一定要到五十三刻 才能兴兴 为什么 柜子手说 来时曲阳先令交代了 说算命的说 不过五十三刻杀人 必有雪光之灾 现在离五十三刻 还差多少啊 爷 就差一刻钟了 哎呀 我怎么 突然心呼起来了 爹 女儿没能救了你 对不起你 夏儿 千万不要这么说呀 爹 爹 那一记书生 虽有铁骨 但无心智 弄得尚未对国家有益 夏儿殃及子女 爹 对不住你 爹 别别说了 女儿 以爹爹为荣 夏儿这话说的 爹心里好受些了 爹爹也是觉得 贵国为民 死而无害 我杜晓月今生有幸 能亲耳听见一个大忠臣的临终之言 废斧之言 我真的好感动 红玉石能为国为民 死而无害 实在是国家之信 百姓之信 王上也会替你感到高兴的 有小月姑娘的这番赞叹 公路死亦足矣 红玉石 五十三刻还没到 你们怎么会死呢 再说 就是到了五十三刻 该死的还不知道是谁 小月姑娘 怎么会有如此把握 天际又可泄露 小月姑娘 不等了 不等了 杀 杀 快给我杀了 醒醒 再等等 时务还不到 我说不等 就不等了 杀 杀 看爷亲自接过来 都想留人 不要 何大人 您看好了 这地方可没错 跟红玉石说的一样啊 找着没有 二位大人过目 好 我看看 何大人 看啊 谁都不看 收好了面君交差 我就看一眼 何大人 出不少汗哪 能是这把御膳啊 不了不了 你这把膳子咱可用不起 我不看了行 好 带着 走 是 走吧 何大人 大人 咱们怎么办啊 那那道心里明白还做不做了 做 做个屁 老爷都抓了 再没有明白日子了 诸位爱卿 前几日朕曾经为园林的事情 发了罪己招 自罚自己 流放三百里 这三百里走下来 是里里长见识 里里有故事啊 作为一国之君知错改错 应该立为制度发扬广大 更重要的是 要明朝求好 对尔等治国的大臣们 要有所节制 尤其是 在朕身边的这些贪官无力 带直立总督上荣上殿 带直立总督上荣上殿 数换人 尚茸 绸锢 你知罪吗 罪开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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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看看啊 看看 触目惊心 花钱像流水一样 名义上是给朕修园子 实际上中饱私囊 一个个的石头狮子 跟朕要的是银狮子的价钱 这叫欺君 贪赃 罪该万死啊 跪到一边去 谢万岁 召红玉使一家上殿 红玉使一家上殿 臣叩见五方万岁万岁万万岁 红玉卿 臣在 朕已有你这样的爱臣 而略感心安哪 皇上过奖了 朕前次误判了你 没想到你不仅不记恨朕 反而与贪官斗勇 弃而不舍 几乎死在贪官的刀下 真是要好好的褒奖你啊 谢皇上 起来吧 朕应该谢谢你才对啊 你生了一个好女儿 琴坛的好 人又聪颖 就留在圣兵署 教教琴曲好吗 小女过惯了 闪云野鹤的日子怕难当重任 是这样啊 那好 那就随她去吧 不强求了 谢皇上 谢皇上 众爱卿还有什么话说吗 罪臣有话 将死之人还能讲什么呢 讲 臣贪心不足 死有余辜 但有一事不图不快 那季晓兰 从此一将圣上之物赠以他人 也是犯了齐君之罪 有何凭证啊 有 此事 当初是在红霞姑娘身上 是否为异用之物 是否为圣上赐以季晓兰的 请圣上过目 不用看了 那是朕的扇子 季晓兰出来 臣在 把你腰里的扇子拿给朕来瞧瞧 让朕另行进旨 你尝几个脑袋呀 皇上 您忘了奴才多次提醒过您的 您就是不信 这得罪 处处这告知 这事我知道 你们两人退下去 对 张荣 罪臣在 罪臣在 你明明知道这是一把玉膳 当时洪小姐把这玉膳请出来的时候 你还要杀人灭口 看来你是罪上加罪 罪加一等 罪加一等 皇上开根 皇上开根的 皇上 朕本来只想杀你一个人 现在看来 是要杀你九族了 来人 把他拉下去 皇上 皇上开根的 皇上 皇上 皇上开根 季晓兰 到了银头地骨 我跟你闭门 季晓兰 人没咬到 竟到杀了 不干你 小玉 在 你给我出来 名女杜晓月见过皇上 你知道你也是欺君之罪吗 我不知道啊 我只知道我是为了皇上出生入死的 你还嘴硬 你以为你乔装打扮 在洪姑娘身边出来进去的 朕就认不出来你啊 我知道什么事情也瞒不过皇上的眼睛 晓月知罪就是了 没那么简单 你还是好好的招出来吧 谁给你出的主意 谁让你去救的洪姑娘 皇上救洪玉使啊 皇上 您是问我 我的后台是谁啊 招出来吧 招住你的后台 朕就不怪你了 我的后台是 是 是 是何大学是 杜晓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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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女子不敢说 皇上 是 最臣纪晓岚 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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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女子不敢说 早就料到是你了 这是早有预谋 早有准备的 是吧 朕还没出京城呢 你们就已经给朕下了套了 你们跟算卦的串通好了 让朕走南边 让杜晓月去救了洪姑娘 让她去报信 让朕又去了取洋 救了洪玉使 然后 把上荣逮了个正找 好 这都是专心策划的 让朕钻套 皇上所言极是 您强强 您强强 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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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晓岚最莫大言 不坐牢 也应该发辈黑龙江 皇上 臣这一切是不该瞒着皇上 可是如果我不瞒着您 您能往南走吗 您会去取洋县吗 您不就会因此而背上 历史的骂名吗 臣这一切都是为了皇上 为了江山设计啊 如果不瞒着您 不是我和杜晓月理应外合 不是臣的精心设计 皇上您怎么会在这前庆宫 与洪玉石一家见面呢皇上 好一口贴嘴童牙呀 朕今天免了你死罪 日后朕慢慢再消化你 皇上还有我晓月呢 晓月这次你给朕立了宫 改是这样好好的讲你 下去吧 多谢皇上 事已至此 咱们索性把这事聊聊吧 何爱卿记爱卿 臣在 奴才在 此次出门办事多亏二位相助 朕长了不少见识 明白了不少事 本来是应该奖赏你们二位的 谢皇上 先别着急谢话还没说完呢 可你们中间有一个人 赤才逞智 经常地动着心机耍着小聪明 以为朕什么都不知道呢 季晓岚你知罪吗 臣知罪 何爱卿 奴才在 朕虽然常不出门 有的时候有点愚钝 有点犯傻 可是你也是大学士 也是势地迟钝 给朕帮不了多少忙 还常常地让朕 受不少委屈 受点侮辱 你知罪吗 奴才知罪 来着呢 将此二人也押入天牢 等候发落 奴才谢主龙安 活肉 活肉 你们都别劝朕啊 劝劝朕也不听 退朝了 退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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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